花莲市公所为了表达对春安工作人员最高的敬意和谢意 8号晚间是由市长魏嘉贤 协同的市民代表会的主席 舒美珠副主席李正伟等 还有多位的市民代表 一起前往警察、消防、民房、行守 易警易销等春安工作单位 来表达感谢并且致政、慰绕、礼金还有泡面 感谢他们无私奉献 来捍卫民众在春节期间的安全 农历春节前夕市长魏嘉贤 和市民代表会多位代表 前往了花莲警分局、花莲消防分队 美轮消防分队 还有志强消防分队等单位 来进行春安慰问 今年马上要进到过年了 那在春安期间 也是我们的春安期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警消人员 还有我们民间的协情名利的部分 都非常辛苦 由于他们的付出 我们才可以有非常平安 而且非常安全的一个社会治安 那我们再次也代表花莲市民 跟代表会主席 还有所有的代表一同来感谢这些 默默为我们付出的无名英雄 那我们更希望每一个人如果看到这些 执勤的弟兄们都要谢谢他们 那在新的一年 由于他们的守护 我们才能够有安全舒适的年节假期 可以来度过 那我们更期望说 未来每一天 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新的一年 永远都平平安安 市代会代表我们市民 谢谢我们这些警消 益消还有副先队 凤凰副先等的他们的辛苦 这么多的老百姓的保姆 在替我们守候着我们的安全 所以特别要在这里谢谢副先 凤凰还有大伙兄弟 警消警察等 谢谢他们 市长表示大家都准备过年 安排假期出游 春安执勤人员 默默执行非常多勤务 要减少社会的治安问题 而今年春安工作重点 除了交通之外 随着疫情的严峻 春安人员也要面临防疫工作挑战 特别感谢市代会主席 副主席还有多位代表 和施工所一起来关怀 这群在花莲复出的无名英雄 花莲施工所这一次 也比照中央及地方做法 治证消防警消和警分局 各派出所警察人员 加菜金每人200块 总共发出6800元 另外也赠予 易销、傅宣、凤凰志工 还有易锦、民房、循守等 1181人 每人发给礼券200元 全部发出236200元 借徐丽琴、华联市报道